台团法令、车量研究、切齿中心 今天是来六港中部基盤五大成果发表会 发表于国民主行演法的主动辅佐加苏系统 等现十年来演法的经验以及力量 没人加苏的汽车驾到楼林 住在楼边走的人 是驾到大厨 等人经过后才开始去驾 车量中心总经理表示 除了主动拆车以外 同时也能发出很多便利的系统 未来跟苏林开车会变得更便利 也更安全 我们最早发展的都是警示 就是说你如果有不专心驾驶 车道偏移 或是前面的车子停下来 你没有刹车的时候 他就叮叮叮警告你 但是现在这个系统更厉害 现在就是说你警告呢 你还是没有动作 可能你打客戳看 他就把你自动刹车 那自动刹车下来的时候呢 就可以避免不一起的撞击 那这个技术在目前欧洲 已经把它列成五颗星评价项目 所以将来如果你没有这个技术 你要拿到五颗星的这个评价是不可能的 另外一个车道跟随就是说 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开车的时候 不是都只有直线 有时候有弯道 那弯道就需要电子方向盘 这个电子方向盘就是 它这个方向盘以前就油压了 现在是可以用数位控制 所以他看着那个车道线在转弯的时候 我们的方向盘就会自动转弯 所以如果你有这一套系统 以后你在高速公路 你就可以这样油门也不踩 刹车也不弄 然后方向盘可以放着 它会自动随着那个车道线转弯 所以这两套系统可能是将来 在高速公路上面 很快就会被各国采用的东西 那另外的话 就是我们也还有无线充电系统 无线充电系统 现在我们已经做到3.7千瓦 那比那个一般我们手机 那个无线充电 那是抢好几百倍 而且我们这一套系统 很怕说 像充电常常会怕爆炸 我们如果有一些异物进去的时候 他就会警告就停止 那这一个也获得了 国际的这个发明的金牌 那另外我们今天还有一个 就是自动停车 就是我们用手机 然后我们可以告诉这个车子说 那边有个停车位 那请你去停到那边去 那这个就是必须要利用到刚才来讲的 就是自动转向 然后如果有碰到人出来的时候 会自动刹车停下来 然后再利用无线通信定位 让他开到那个位置去 立委恩惠美表示 这个系统看起来非常适用 相信未来不然对民众方便 对三业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帮助 两年以前我们在台北的这个 这个北科大 看到他们就是只有直线 这个自动驾驶 那两年后看到他们的这个成果 可以说进步很多 包括我们现在这个 这个主动的方向盘 包括它的这个刹车 等等 我相信未来会发展 我们人都骑走之后 你不走输入之后就把我们送到 我们的目的地 这让我们有办法更方便 还有更加安全 而且在这个研发的研发的 研发的设计未来 我们厂商有法度授权 去掉以后 我相信有法度 还让我们的这个三业 进步 行销不要说只台湾 有法度到全世界 对我们的城市 这是很大的帮忙 让我们民众更加方便 现在的社会 科技是越来越进步 透过这些车量研究 出市中心 做演化出来的技术 希望未来对行车安全的部分 可以有相当的帮助 新中华新闻刷电枪 六甲插红布德